我们刚刚说的是那个我们生物的尺度吧怎么观察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是细胞 所以我们现在要探讨细胞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这样说 元素构成分子 元素就是原子 原子元素构成分子 分子构成细胞 细胞再构成个体 大概有这样子的阶层 所以我们今天先从构成个体构成细胞的元素有哪些 那这些元素又形成哪些分子来构成我们的生物体 我们来看看 构成生物体的元素就是原子 一多排到少 依序为OCHN 氧碳氢氮氮 这就是排前四名 其中氧最多 所以如果问你说构成生物体的元素最多的是谁 是氧原子 不是氧分子 不是O2 是O氧原素最多 碳第二氢第三氮第四 这是前四名 往后 后面的就是所谓的微量元素 重要的不理他 好 这些元素就会组装成分子 那构成我们细胞 构成我们身体的分子 有哪些呢 国中学了六种 我们称它为六种形成生物的分子 或叫它六大营养素 你必须从食物获得构成你的身体 国中是说六种 在高中说有七种 变成七大分子 或叫七大营养素 构成你的细胞 好 有谁呢 我把你们学过我念一遍 有水 矿物质 糖类 蛋白质 脂质 及维生素 你们没有学过的是核酸 高中就多了一个核酸 核酸就是DNA跟RNA 这之后会交 好 那这七大营养素当中 七大分子当中 其中水跟矿物质是无机物 其他五个是有机物 那有机物就会分 请问大家 什么叫有机物 含碳 含碳 不 谁谁谁谁 不是 对不对 你不觉得这个定义很奇怪吗 比如说含碳的分子 但是二氧化碳碳酸 碳酸氢化物不算 为什么二氧化碳可以被丢出去 给我个理由 它含碳啊 凭什么说它不是有机物 大家 因为有机物 其实在科学上 它不是一个严格的词 它没有定义的 因为最早有机物是这么来的 有机物是当时我们不是说 生物的起源 有两个说法 生机论跟机械论 以前有人认为 生物是由灵魂跟物质构成 所以构成生物的物质 必须要有灵魂 它不是一般的物质 就能形成生物的 那这个物质 有灵魂构成生物 它不是一般的物质 就叫有机物 那一般的物质就叫无机物 无机物没有灵魂 有机物才有 所以早期科学家会说 无机物不可以变成有机物 因为你没有灵魂 所以有机物当时的定义是 构成生物体的物质 它带着灵魂的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说法被推翻了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国中说 其实无机物是可以转变成有机物的 妙述 所以其实现在科学家已经认为 有机物这个词 已经不是一个很严格的科学名词 那所以它只是早期科学家这么描述 我们就约定俗成 用它们的说法继续沿用而已 所以其实现在科学家 对于有机物无机物的分解 已经没那么重视了 所以这个定义只是让你区分 早期人怎么区分 这些都是有机物 那我不知道怎么背 简单啦 寒碳的 但没有谁 就可以合乎了 但事实上有机物这个定义 已经不是那么的精准了 以上是有机物的说法 好那我们把这些分子 由多排到少 水是七大分子当中最多的 它占了70%多了 第二名是蛋白质 所以如果题目问你 构成生物体的分子谁最多 水第一名 蛋白质第二 第三第四名以后就不一定了 不同生物会不同 但如果题目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蛋白质是有机物 构成生物体最多的有机物是谁 这时候你要选蛋白质 你不能选水 因为水是无机物 对不对 所以在考题你要特别注意 构成生物体最多的物质是水 它是无机物 那构成生物体最多的有机物呢 这时候就是蛋白质了 因为水被除名 又不是有机物 请离开 这样子 好以上我们就把构成生物体的元素跟分子 先解释到这里 接下来就依序把七大量营养素 一个一个介绍下去